你吃得乖吗 哇 不是肉 这是炸香蕉吗 啊 听到了吗 哈喽 我是要带你吃遍世界的山烟 这是我的印尼朋友Rudy 今天我又被他投喂了 我先不告诉你到底是什么 有两个东西 都是有一种东西制作而成 一个原材料 真的啊 对 这个有点像肉 是不是肉干啊 我可以先尝这个吗 可以可以 然后再尝这个 这个是一个盲盒 对 你先赌一下这个字 啊 OK Hissam Sale Akchen Azai Azai 嗯 Azai就是印尼的一个地名 哇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 不是肉 而且不是咸的 是甜的 是不是木薯 不是 再咬一口 蛤 没闻了不能闻出来 是不是一种水果切成了干啊 是啊 是什么水果 腿感有点像 什么香蕉啊 芭蕉之类的 对 是香蕉 哈哈哈 哇 太重了 它这个真的是最不像香蕉的香蕉干 为什么香蕉会弄成这样的 它先把姜蕉切成那个薄片嘛 晒一干 然后还要放进烤箱 就是烤一下 然后再裹着那个面糊 然后拿去炸 应该只有在印尼餐油 我在中国从来没见过 中国的香蕉干就是圆圆的那种脆脆的 不错 我还打开了一个新的味蕉 哈哈哈 不是肉干了吗 对 不是肉干了 哈哈哈 那我们来卸一个 好 我们来下一个 这个很明显啊 这什么东西 你说这两种是同一个食材 对啊 这是炸香蕉啊 是炸香蕉 我天哪 哈哈哈 太罪恶了 你知道早上我刚吃一大块生日蛋糕 哈哈哈 哦呦呦我的天哪 哎呦 还放了芝麻 所以你带回来的 我我我我我我我 掰开看一下 炸香蕉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可能没那么脆了 如果刚炸脆 我会会更好一点 嗯嗯 哇 这有点像那个红薯干哎 有没有感觉 是吗 就是炸的那个红薯 嗯嗯 你们都放鸡蛋了 啊那个那个 果面糊应该放鸡蛋 我觉得那个面糊应该会放鸡蛋 对对对对 可以有一点 鸡蛋的香味 嗯 那个香蕉其实 小的芭蕉嘛 嗯对对对对对对 在哪里放应该比较多是吧 嗯对 而口感 没有那么的糯和甜 有点像早晨吃的 就是那个油炸糕 油炸糕 嗯 你吃没吃过炸糕 炸糕是什么样的 就是它是用糯米的那个糊糊裹上 比如红豆沙馅啊 或者是白糖馅 炸出来的圆饼 其实印尼炸香蕉有很多种 它有很多就是整个香蕉 然后切成 对对对 扇形 扇形的 对扇形的 那种其实是印尼最典型的 那个炸香蕉 印尼在什么情况下会吃这种炸香蕉 那我们很喜欢就每天下午啊 都很爱吃一些小吃嘛 下午茶 嗯嗯 然后炸香蕉 配一杯咖啡 或一杯茶 咖啡里一定要放炼乳 嗯 喝糖 对 哈哈哈 但是怎么说呢 这个炸香蕉的话 在路边它在印尼的话 大街小巷都有人卖的 一般一盒多少钱 如果在路边它卖的它是那个扇形的 三个大概三四块钱 一个不到一块钱嘛 嗯 因为印尼比较热嘛 对 所以水果肯定很多 对啊 就你们都怎么吃水果呢 就有没有特别奇葩的方式 你看像比如说中国 南方有一些地区 它是用辣椒面 梅子粉 然后去拌水果去吃 梅子粉我们也非常喜欢 拌那个梅子粉吃水果 还有一种 你肯定没吃过 嗯 什么 对 就是我们叫做Ruja 然后呢 我猜一下 Ruja是不是有点红色的意思 不是 不是 因为世界语的那个红色就是Ruja 那那个Ruja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水果拌成那个酱 哦 它这个水果拌酱名字就叫Ruja 对 就任何水果拌这个酱都叫Ruja 对 什么水果都可以 那酱也是主要用花生做的 哦 有花生还有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现在是我做的那些鸡肠 哈哈哈 给你们留点悬念 哈哈哈 好的 嗯 那这两个的话怎么样你觉得 哈哈哈 我其实会把分数给到这个 哦 香蕉干 嗯 你看这个香蕉干 对 就虽然它口感很皮 但是它的味道对我来说很陌生 哦 就是我吃到它我就会觉得哦 我学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明白 就是我又有一个新的积累 嗯 那个炸香蕉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精神 那中国又没有炸香蕉 有啊 也有是吧 中国是拔丝 比如说拔丝地瓜呀 拔丝香蕉啊 拔丝苹果 还有拔丝冰淇淋 嗯 更脆 然后就是先炸完 然后再裹上一层糖 啊 吃的时候 你拉那个丝粉 可能这个因为炸的时间你就要长了 可能没那么脆了 对 对对对 对 或者你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脆一点 哈哈哈 Ruby一定要搬回一层 哈哈哈 一定要让我说那个炸香蕉的好话 啊 啊 听到了吗 哈哈哈 哎 这个口感好多了耶 嗯 嗯 嗯 是吧 因为一万一年前就干啥出来的 是脆脆的 嗯 会有一点焦糖感 嗯 感谢Sunny 杨维桥 哈哈哈 耶 耶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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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